我爸在急证室拉着我的手说 听老婆的话会发达 你一定要对小烟好 我含泪答应了我爸 可柳如烟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我反复焦急地拨打了一遍又一遍 电话终于接通了 我质问道 你明明答应今天要陪我看我爸 你到底跑哪去了 柳如烟对我不耐烦地说 你爸都得哮喘多少年了 要死早就死了 别来烦我 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爸没多久在冰冷的病床上咽了气 与此同时 柳如烟的白月光发了朋友圈 图片上柳如烟 殷切地给他妈妈削着苹果 贝文我妈说 要我快点把这么孝顺的儿媳妇娶回家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我淡淡地对着她说 我刚从医院处理完我爸的丧事 看着我爸尸体成灰的那一刻 我忽然想通了 我不该再执着于这段千疮百孔的感情了 我可以不在乎柳如烟心里有自己的白月光 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 但我无法接受柳如烟在我爸快死的时候 跑去孝顺别的男人的妈 明明我在三讨好 他才愿意跟我一起去看我爸 却还是爽约了 而爽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 他白月光的妈感冒了 而我爸却因为哮喘死在了病床上 连儿媳妇最后一眼都没看到 甚至死之前还让我对他好 一个小感冒竟然比哮喘都还要重要 真是讽刺 我拿着骨灰准备回家收拾行李 却看见了柳如烟和陈浩在厨房里煲鸡汤 两个人的背影亲密无间 陈浩在备菜 柳如烟在守着汤 时不时地谈笑着 多主会 给阿姨把鸡肉炖软一点如烟 真是谢谢你 一个感冒也这么尽心照顾 所以当柳如烟听到我的话时 连头没有回 只是不耐烦地说 没看见家里来人了吗 怎么这点眼力见都没有 还不去倒查 或许是我之前也提过离婚 所以柳如烟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没等我开口 陈浩就抱歉地看着我说 真不好意思啊 周航 我借用一下你家的厨房 我和如烟刚从医院回来 等会儿又得给我妈送鸡汤去 麻烦不了你多久了 我自嘲地笑了 我爸常年待在病房 还时不时给我们钱补贴家用 柳如烟都从来没有给我爸包过汤 现在既然陈浩他妈一个感冒 就让他费神费力地守着包汤 柳如烟听到陈浩的话连忙说 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来这儿就跟来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 柳如烟看到我不动 嘴里说道 还不快动 就七个茶还委屈到你了 还要我亲自请你妈 我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看着他时不时揭开盖子 观茶汤的样子 忍不住替我爸感到不吃 我爸自己省吃剪用了一辈子 柳如烟说喜欢一个几万块钱的包 我爸说买就买 甚至结婚五年没有孩子 我爸也从来没有催过我们 临死前都让我听柳如烟的话 可他也不会想到 他这么宠爱的儿媳妇 现在这么细心照顾别人的妈 看着我手中的骨灰盒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我大声朝柳如烟吼道 我再说一遍 我们离婚吧 以后你和陈浩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和我爸不是你们推的一环 二 说完我快速地进了房间收拾我的行李 这个房子是我们租的 本来再过一年 我们就能买房了 现在看来房子没买是正确的 正好不用牵扯分割财产的事 柳如烟听到我的话丝毫无为所动 继续和陈浩一起包着汤 我在房间里听到陈浩问他 要不你还是去哄哄吧 他看起来真的生气了 随之柳如烟厌恶的声音传来 他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吗 一个大男人唧唧歪歪的 一点也不大气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以为自己能威胁到谁 你别管他了 我冷笑一声 快速收拾好行李以后 我静止走向了客厅 经过厨房的时候 柳如烟叫住了我 行了 闹够了没有 我停下脚步 不是因为柳如烟 而是我想起来 我爸的骨灰盒 忘在了房间里还没拿 我大不留心地去了卧室 柳如烟在身后赤笑着 跟陈浩说着 你看吧 他也就这点出息 什么时候他要是真走了 我还高看他一眼 所以当我拿着行李箱 又准备出门时 柳如烟脸色变了 他朝我怒吼道 不就因为没去看你爸吗 他都老毛病了 人家陈浩妈妈可是感冒 严重点可是要肺癌的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分不清 轻重缓急啊 有没有点同理心啊 我被他的话给气笑了 以前我还求着他去看我爸 但我现在不需要了 这样狼心狗非的儿媳妇 我爸不要也罢 他见我没有说话 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 连忙继续说道 等陈浩妈妈病好了以后 我再去看你爸 行了吧 我不屑地一笑 看着他说道 不用了 留着你的笑心 给陈浩的妈妈吧 我爸不稀罕柳如烟听后 紧皱着眉头 上前用尽全身的力气 打了我一巴掌 五根手指的红痕 印在了我的脸上 惊心动魄 他的胸口起伏 对着我大骂道 周航 你他妈是不是给脸不要脸啊 说完像是不解气一般 还想用手指抓我的脸 柳如烟不是第一次这样啊 他的脾气不好 只要我一有什么 不顺着他的心意 他就会打我 抓我 挖我 用他的话说 男人打女人 不算个男人 女人打男人 那叫做调教以前 我对他还有爱意 任凭他小打小闹 但现在 我没有忍下去的道理了 我用手指指住了他 把他狠狠推开 陈浩看到这一幕以后 连忙心疼的 护住柳如烟 他大声朝我吼道 周航 我原以为你至少三观正常 没想到你还家宝如烟 男人打女人 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我看着他道貌岸然的样子 不由觉得好笑 他三观这么正 就不会去当男小三了 插足别人的婚姻 竟然说别人三观不正 柳如烟意外地看着我 毕竟我以前从来没有反击过 他满眼失望地靠在陈浩的怀里 我嘲讽地对陈浩说 都当男小三了 还好意思来教我做人啊 三 这句话一出 柳如烟顿时从陈浩怀里起来了 他阴沉着脸 用警告的眼神看着我 你推我这件事 我先不跟你计较 但人家陈浩 好心好意来帮忙炖汤 没做错任何事情 你凭什么诋毁人家 给你三个数 给他道歉 三 二 一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重 他几乎咬着牙念着数字 我冷眼看着他数完 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是陈浩他妈 他不炖汤谁炖汤 又不是我妈 管我屁事 陈浩在一旁宽慰着柳如烟 好了 如烟别生气了 别为了这种家暴男 气坏了自己身子 再说我委屈一点没事的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 柳如烟心疼地望着陈浩冷声说道 你可以不接受 但周航不能不道歉 柳如烟看着一声不吭的我 音笑着对我说道 好 你不道歉是吧 他迅速用眼睛搜寻了一番周围的东西 随后他把眼光定在了我爸的骨灰盒上 他趁我不注意把我爸的骨灰盒抱在了他怀里 我脸色一惊 柳如烟冷笑着说 我看到你从一进门就抱着这个骨灰盒 我想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吧 我怒吼道 你放开他 你不配抱着他 柳如烟不管我的话 只是继续说着 你说 如果我把他打烂 你应该会很心疼吧 我伸手过去抢 柳如烟却转移到了陈浩那边 他笑着说 哎哟 你别急啊 这个欠 你世道还是不到 四 柳如烟用做满美甲的手 轻轻打着我的脸 我看着我爸的骨灰盒 那可是我爸的遗体 如果我连这个都保护不好 我还算什么男人 就算死了 我都没有脸去见我爸 我挣扎了一番 红着眼眶 咬牙切齿地对着陈浩说 对不起 在我爸的遗体面前 面子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屈辱地看着柳如烟 你满意了吧 还给我 柳如烟却还是觉得不够一样 他掏了掏耳朵说道 大声点 刚刚不是挺威风的吗 啊 我看到他言而无信的样子 慌张地把他推到一边 伸手去抢陈浩手中的骨灰盒 陈浩却忽然手松开了 骨灰盒啪一声 砸在了地上 撒了一地的灰 陈浩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周航 手滑了柳如烟嘲讽着说道 不就是一堆灰吗 我还以为什么呢 柳如烟说完 随即就跟着陈浩一起大笑 我却丝毫不顾及形象地 跪在了地上 失魂落魄地 一点一点地把灰捡起 放进骨灰盒里 我大喊着 爸 儿子不孝 给你找了这样的儿媳 我对不起你 我一边捡着 一边用手臂擦眼泪 生害怕泪水 掉进灰里 柳如烟像是察觉到了 我的不对劲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周航 你这不至于啊 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 我转过身 恶狠狠地看着他 眼底只有恶性 和无尽的恨意 最后只转化成了一个字 滚 柳如烟被我的话震惊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 对他说脏话 以前我从来不舍得凶他 他听到后说道 你凶什么 一堆破灰尘而已 你要是稀罕 我陪你试金 我心红了眼睛 朝他怒吼道 这是我爸的骨灰 你去哪里陪 呜 柳如烟听到以后 愣在了原地 他不可置信地后退了一步 陈昊赶紧说道 如烟 你别听他瞎编 你赶紧逃吧 这个男人为了挽留你 竟然能利用自己亲爸 柳如烟听到后 连忙吻了下来 他指着我说道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情 你爸和你可真有本事啊 为了逼我生孩子 竟然不惜和你一起 用这种下三滥的理由骗我 我红着眼 不吭声 只是小心翼翼地捧着骨灰 一点一点地捡进去 柳如烟从来都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 没有一次真正相信过我 我现在也不稀罕他的信任 对我来说 一文不值 柳如烟见我不吭声 以为自己猜中了 他嘲讽地说道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五年了都没有怀孕 不是你不行 而是我每一次都会吃避孕药 我是一个独立女性 从不依附于男人 更不是你们周家的生育工具 柳如烟的话 一字一句地戳痛着我的心脏 本就千疮百孔 现在又狠狠地补了一刀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孩子 我爸也年纪到了 常年住院 也想抱孙子 但他从来不说 而我也征求过柳如烟的意见 他说他没问题 可却一直都怀不上 柳如烟每次都对着我说 你快去查一查 你身体是不行吧 每次都怀不上我听了他的话 却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但我还是坚持喝中药条理 可就是没有效果 直到今天听到他说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柳如烟的手笔 他从来就没想过要给我生孩子 我失望地看了他一眼 不想再跟他有任何交流 每说一句话 我都觉得恶心 我一点一点地捡起骨灰 直到确认全部捡完以后 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冷漠地对柳如烟说道 是真是假 你自己去医院问 医院总不可能说假话吧 我的青筋突起 眼底是藏不住的恨意 柳如烟嘲讽地对着我说 好 就让我来亲自揭穿你的谎言 你别说啊 你演技还挺好的 都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了 说完柳如烟和陈昊相识一笑 说着他拿出了手机 打给了医院 喂 我想问一下周立明先生 现在在病房里吗 那头的护士奇怪地说一声 他的尸体不是你们家属 昨天才火化的吗 六 柳如烟听到后 收起了自己的笑意 你们医院是吃干饭的吗 病人的事情 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 他的声音寒冷刺骨 充满了严厉 护士说道 这位女士 请你自重 我们不会拿人命关天的大事 开玩笑的 护士的声音不卑不亢 柳如烟却还是不信 去把你们护士长给我叫来 现在的护士说起谎话来 是一套一套的 护士听到后 说了一句 神经病就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立马气得跳脚 什么东西啊 一个打工的在我面前横什么 他又看向了我恍然大悟地说道 哦 是你让护士这么说的吧 说吧 你到底给他塞了多少钱 柳如烟总是这样自以为是 除了陈浩的话 他谁都不愿意相信 就算是现在 也还是认为我在骗他 我不屑跟他解释 反正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不会愿意相信 陈浩也在旁边附和道 如烟 正好等会 我们要去医院看我妈 到时候我陪你去问问吧 你别生气了 陈浩温柔的声音 让柳如烟暴躁的情绪 渐渐平静 他冷着脸对我说道 周航 要是被我知道你在骗我 有你好看的 到时候别说是孩子 就连我你都别想再见一面 我冷笑着说 真把自己当叠菜了 你也配让我拿我爸骗你 柳如烟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着就又想给我一点教训 你 你 陈浩连忙拦住了他 温柔地摸着他的头 好了 他已经好了 我们赶紧给我妈送过去吧 柳如烟温顺着点了点头 转身进了厨房 小心翼翼地把鸡汤 陈浩放进保温盒里 如果不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下过厨 看到这个场景 我还真以为他是嫌弃良母了 陈浩牵起了柳如烟的手 拿着保温盒就准备出门 这是陈浩妈妈打来了电话 喂 陈浩 小烟 你们到哪了 柳如烟连忙甜甜地说道 阿姨 我和阿浩刚要出门 马上就到啊 陈浩妈妈说道 我们陈浩要是娶了你 真是陈浩的福气啊 陈浩连忙附和道 也要看如烟愿不愿意了 随后柳如烟一脸娇羞地 捶了捶陈浩的胸口 说什么呢 阿姨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温馨的场景 不由感到好笑 毕竟柳如烟可从来没有对我爸好言好语过 每次都是不客气的语气 可他对陈浩的妈妈却是乖巧至极 电话挂断以后 柳如烟像是想到什么又回过头 对我说 等我送完鸡汤 回来再收拾你 说完 就只留下了一声清脆的关门声 气 等他们走后 我紧随其后 拖着行李箱 拿着骨灰盒就去了殡仪馆 我得给我爸找个住处 我才安心 今天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打翻我爸的骨灰盒 我必须得给陈浩一点教训 不然都对不起我爸的在天之灵 等安顿好我爸以后 我租了一间离我公司很近的套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躺在床上 缓缓地叹了口气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 她是全校公认的女神 我厚着脸皮追了她好久 都没等到她松口 直到她和陈浩分手了 柳如烟才答应了我的表白 陈浩是因为想攀高枝 才选择和柳如烟分手 柳如烟为此经常喝醉酒痛哭 自己为什么不是有钱人 后来 我和柳如烟结婚以后 她再也没有提起过陈浩 我尽量给她好的生活 满足她的一切 就当我以为她已经喜欢上我了的时候 陈浩被富家千金甩了 她又找上了柳如烟 按理来说没有人会要这种男人 但柳如烟却一直没忘记陈浩 她把陈浩当作她的白月光 所以一直在我的眼前和陈浩缠缠缠缠 哪怕陈浩抛弃过她 她也丝毫不计前嫌 还经常让陈浩来家里玩 也是陈浩的出现 让我知道柳如烟不是脾气不好 只是对不喜欢的人脾气不好罢了 她对陈浩是柔情似水 生害怕破坏她的美好印象 为此我和她吵过无数次嫁 提过无数次离婚 但每次柳如烟一哄我 我就心软 还是没有忍心 这次算是彻底很下心了 因为这样的感情不值得留恋 哪怕是结婚十年 也该离婚 婚姻是忠贞的 绝不允许有任何背叛 我想着想着就沉睡了过去 这几天一直都在忙我爸的事情 现在才有空好好休息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天已经黑了 而手机里有二十多通未接来电 这些电话 全部来自于柳如烟 爸 我沉思了会 猜想到柳如烟 应该已经知道我爸去世的事情了 他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掉泪 还以为是我和我爸为了孩子逼他 他也太不了解我爸和我了吧 我吃笑了一声 没有回波过去 而是点了一条烤鱼 睡醒 我的肚子就一直在叫 我现在只想先填饱肚子 等听到了敲门声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眼前却不是外卖小哥 而是柳如烟 他看起来风尘仆仆 平时注重达里的头发 也有了一丝凌乱 此时在门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红着眼眶 带着哭腔说道 叔叔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周航 我 没想到你说的竟然会是真的 不然我不会爽约的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只是紧皱着眉头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柳如烟哽咽着说道 我看到你的外卖信息了 然后我马不停蹄地就赶过来了 柳如烟又朝我说道 我还有机会弥补吗 毕竟叔叔他对我不差 我看着他的话语不由地感到嘲讽 原来他也知道我爸对他不差 可却在我爸哮喘时 去照顾白月光的妈妈 真可笑啊 我冷眸注视着他 弥补 呵 我爸都死了 你上哪去弥补 上陈昊他妈呢 去弥补吗 我阴阳怪气的语气 让柳如烟感到不适 他重复地说道 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会原谅我 我沉思了一会 朝柳如烟说道 你去让陈昊 对着我爸的骨灰磕头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的声音质地有声 让柳如烟为之一颤 九 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愧疚地说道 除了这个 我都可以满足你 我毫不意外地看着他 只要是有关陈昊 他总会坚定地站在陈昊那边 就算是现在也不例外 我对他的耐心 被他的这句话彻底给磨没了 哦 那就免谈柳如烟 抠了抠手说道 周航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我可以给你生 我不会再吃多胎药了 你看这样你能原谅我了吗 我看着他一副勉强的样子 仿佛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原来 跟我生个孩子 就这么委屈他 我自嘲地笑着说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他就没有必要出事 我娶你也从来不是因为生孩子 我娶你一直都是因为爱 包括现在离婚 也是因为不爱了 就这么简单 我一口气说完以后 外卖员已经到了 他和我们面面相去 我从他手里接过了外卖 就准备进门了 柳如烟拉着我的衣袖 用祈求的语气说道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没有必要走到离婚这一步的 他的眼眶泛着泪花 仿佛受尽了天大的委屈 话音刚落 柳如烟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 是陈浩 柳如烟心虚的看了我一眼 还是放开了我的衣袖 点了接听 他把电话凑近耳边 电话那头传来陈浩焦急的声音 如烟 我妈她一直咳嗽 不会有事吧 我好担心她柳如烟听到后 皱了皱眉头 宽慰的说道 你别担心 我马上就到我吃笑了一声 陈浩这手段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感冒哪里有不咳嗽的 是 可柳如烟倒是真的信了 她朝我犹豫的说道 我去一趟医院 离婚的事情我们在商量 我没有理她 只是关紧了我的大门 把她隔绝在了门外 接着我回餐桌上 大口大口的吃着鱼 我已经习惯了 因为柳如烟总是因为陈浩放我鸽子 从没有一次选择过我 哪怕是我的生日 之前我生日的时候 柳如烟正陪我切着蛋糕 陈浩一个电话 柳如烟就要走 导致我的生日 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 我拿出手机 看着调查人员给我发的信息 上面显示着陈浩的行程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陈浩和柳如烟 并不是双向奔赴 陈浩他竟然同时周旋 在五六个富婆身边 而柳如烟算是里面 最穷的那一个 作为被包养的小白脸 最重要的就是忠诚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了他脚踏六条船以后 闪过了然的笑容 陈浩 要怪就怪你自己道德扭曲 又当男小三 又当小白脸 不然也不会被我抓到把柄 我让调查的人 给我查那几个富婆的联系方式 准备上演一场捉奸的大戏 过了几天 我在公司上班时 收到了那几个富婆的联系方式 我给他们一一打去电话 把他们约到同一个地方 理由无疑不是他们养的小白脸 在外面包养别人 这话一听 谁能受得了啊 果然 他们听到后 纷纷挂了电话 让我发定位给他们 而此时 我了解到陈浩和柳如烟 在商场里逛街 现在他们过去 正好能抓个现行 我笑着把定位发了过去 看着陈浩发的 和柳如烟合照的朋友圈 和喜欢的人一起在商场漫步 就算什么也不买 也很幸福 也多亏了他发的这条朋友圈 我才能知道他们的位置 不是爱秀恩爱吗 那就在你的富婆姐姐面前秀个够 做完这一切 我哼着小曲 把自己的工作快速完成 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 柳如烟的电话打来了 十一 他哭哭啼啼地对我说 周航 陈浩他是一个渣男 他竟然脚踏六条船 今天那群人 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了 还把我当成小三 拳打脚踢 陈浩已经被打得祝愿了 我听着他们的后果 不由地想笑 柳如烟又继续说 是我识人不清 我现在对陈浩的滤镜 已经完全打碎了 我也和他断了联系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好吗 我嘲讽着说道 这不正好了吗 陈浩当三 你也当三 你们两个真是绝配 还是锁死吧 别来祸害我了 我承受不起 我又继续说道 明天你有空吧 一起去民政局 把离婚证领了 我用陈叔的语气说着 柳如烟受伤地说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别对我恶语相想 我冷冷地说道 以前你是我老婆 我乐意忍受你 现在你什么也不是 我凭什么还要忍气吞胜 柳如烟忽然又想到了 什么说道 我不去 你就永远也离不了婚 大不了我就耗你一辈子 我早就想到 他会这样说 我淡淡地说道 大不了就起诉了 只是周期长了一点 但这婚还是能离掉的 柳如烟没想到 我会让他这么难堪 他回应道 好 你够狠心 那就明天九点见 第二天 我如约而至地来到了民政局 柳如烟也带着墨镜来了 甚至大夏天的他 却还穿着长袖 我大概知道 他是被那几个富婆 给打成这样的 所以才要穿长袖 遮他的疤痕 我却没有丝毫的同情 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也是我想看到的 我和他领了离婚证以后 他看着手上的离婚证沉思 朝我说道 这段婚姻不是你拼命争取来的吗 现在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要放弃 我冷泪地说道 曾经我也以为我对你好 就能让你喜欢上我 但我错了 大错特错 我只是后悔我放弃这段婚姻 放弃得太晚了 他自嘲地笑了 叔叔的是 我很抱歉 但叔叔的去世 归根结底不怪我 这是他的命数 你不应该把这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我嘲讽地朝他怒吼道 你有什么资格提我爸 我爸去世那天 他宠爱的儿媳妇不在身边 却在孝敬别人的妈 还偷偷吃堕胎药 甚至还拿着我爸的骨灰和威胁我 就这样 你居然还有脸提他 十二 这桩桩渐渐 都让这段婚姻走向了结束 甚至死亡 永远不可能复婚 柳如烟被我吼得发猛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开车扬长而去了 只留下了汽车的尾气 我不求柳如烟忏悔 我只求他离我远一点 离得越远越好 就当我以为 我不会再见到陈昊的时候 陈昊主动找上了我 他眼里含着怒火 手里撑着拐杖对我说道 我都知道了 是你告诉他们的是吧 我冷笑一声 并不否认 他看到以后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朝我说道 你别以为这样 就能得到如烟的爱 这些年来 他对我言听计从 而你在他的嘴里 一直是个没本事的男人 就算你这样干了 我只要稍微哄一哄如烟 他照样跟在我屁股后面 你千万百计想得到的爱 对我来说 只是勾勾手的小事 周航 你以为你赢了 其实你输了 我看着他说出的这番话 不由觉得是在讲笑话 我早就不爱柳如烟了 他的爱对我来说不重要 也就陈昊还拿他当快宝 我冷漠地对着陈昊说道 我又不爱柳如烟 况且我和他都离婚了 就算你们生孩子了 都跟我没关系 陈昊却觉得我是在逞强 他用手指着我说 你等着 我三言两语 就可以把如烟重新追回手 我看着他就算被打了 也还想着柳如烟 这何尝不是一种爱呢 看来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他还是爱柳如烟的 陈昊走后 我回到公司继续上班 我离婚以后 就一直在努力工作 我现在清醒地觉得 搞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只有一辆车 我也该奋斗一套房出来 正当我整理文件的时候 老板叫住了我 他问我有没有兴趣 去分公司发展 升职为副总裁 我听到后 如捣算般的指点头 老板跟我说 之前之所以不为以重任给我 是因为我经常因为家庭耽误工作 所以不敢给我重活 但他知道我离婚了以后 又看到了我的努力 就给我升职了 出了办公室 我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我已经几年没有升职了 没想到离婚以后 我的事业反而平步清云了 但是分公司在另外一座城市 这些天 我得抓紧处理好这边的事物 好未去那边做准备 柳如烟自从上次民政局以后 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我一条都没有回复 本来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原谅陈昊 并和他在一起 但后来听说 他好像并没有 陈昊那么花心的一个人 竟然包下了餐厅给柳如烟求婚 还准备了很多惊喜 可陈昊单膝下跪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柳如烟竟然拒绝了 陈昊不死心地问他原因 并跟他解释 那些富婆只是他的工作 而柳如烟才是他的生活 说只要他愿意嫁给他 他就可以把所有人全部断干净 但柳如烟却毫不留情地再次拒绝了 并和陈昊断了关系 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听到这时 忍不住诧异 柳如烟就是个天大的恋爱脑 我还以为他会原谅陈昊的 但这次没想到恋爱脑竟然清醒了 十三 我八卦了没多久 就又开始专心致志地写数值报告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把业务都移交好了 再过一周 我就要去另一个城市了 到时候我会把我爸的骨灰 也安放在另一个城市 因为我已经打算长期地定居在那里了 本以为我和柳如烟再也不会见面了 但我回家时 柳如烟竟然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很小一只 在看到我时 连忙惊喜地站起 但他的腿早已经蹲马了 我看到他这么狼狈和小心翼翼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来这干嘛 柳如烟揪着衣角神色痛苦地说道 周航 我们复婚吧 以前是我不好 我以后会好好弥补的 我这些天 每天都在想你 连梦里都有你听明白他的来意以后 我淡然开口说道 求你别再来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了 我一看到你 就想起了我爸死之前都还在要我对你好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会让我痛苦 和后悔爱过你 柳如烟听到后连忙焦急地说道 叔叔他临死前说什么了 我看着他说道 他说让我听你的话 对你要好 不过现在看来 他的真心算是为了狗窝冷笑一声 柳如烟听到我说的话时 眼泪啪哒地掉了下来 眼底是藏不住的悔意 嘴巴还一直呢喃着 要是我当时去看叔叔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又抬起了头 眼睛里尽是红血丝 然后又擦了擦眼泪 我知道了 以后我不会再来烦你了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叔叔说完 他哭着大步跑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想到 为什么不早点醒悟 一定要逝去了才知道补救 如果他早一点这样 我们也不会是现在的结局 可惜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几天后我坐上了 飞往B市的飞机 我将会在那里 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 我在那里有了新的朋友 核心的事业 朋友也打电话来祝贺我 说我真有本事啊 自己跑到了B市 柳如烟还天天为了我买醉 我听到后闪过一丝惊讶 但却也不意外了 毕竟柳如烟之前 对陈昊也是这样 挂断电话后 我继续忙着手上的工作 所谓的儿女情长 都没有眼底的金钱来得实在 几年以后 我把分公司越做越好了 而我也听说陈昊进监狱了 罪名是诈骗罪 我丝毫不觉得惊讶 毕竟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估计是她的富婆 联合举报了她 而柳如烟真的如她所说 没再来找过我 只是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掐着点给我发送一条消息 有时是端午快乐 有时是新年快乐 我却从来没有回过一条 我和她的感情 也彻底画上了句号 我的生活越过越好了 我会挣很多很多钱 我会买一套独栋的别墅 甚至也许我会遇到新的人 但唯一不同的是 我的生活里 不会再有柳如烟 她也只是我生命中的 一个过客 不是我的终点 很多好友都劝我 回头再看柳如烟一眼 她真的不一样了 但我没有回头 也不会回头 我只是执拗地 朝着光明的未来里走去 全文完 到这里